那我们在整个国际股市变化里头 尤其在美股出现震荡 这个震荡在我们之前 韦杰已经提醒给大家 担心震荡之后的话 对于台股市而言的话 有一些回色力道或空间 倒是在今天有一些消息面的部分 甚至于在整个数字 以后数字揭露之后的话 看起来还不错 有没有机会呢 马上为您邀请了孟韦杰 韦杰你好 孙哥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 韦杰 我们这个开始的话 同样现在看到的是在国际股市里头 包含在道琼跟南京 我们先看一下下 先看到道琼 道琼这个震荡 倒是在前一个交易里头的话 看起来是爆出了大量 这个量能出现的话 到底是往上攻坚呢 还是说有一些回测力道 我们同一个时间 也来看一下NAS的变化 在NAS的变化里头 变成是一个高档震荡 而且有些这个横向的一个位移 您的观察 强弱该怎么分解 该怎么掌握呢 好 其实从这个道琼的工业指数 跟NASDAQ的指数表现 是完全不一样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美国股市在过游 过去的涨势当中 其实最主要的涨势的来源 都集中在科技类股当中 那如果回到这个道琼的K线图 大家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道琼 上一张道琼 对 好 没关系 道琼的部分 它是 太多 OK 道琼的部分 它是维持在一个 收敛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当中 那我们说量先价型 那但是呢 因为它的价并没有出现方向性的表态 所以我们认为说 即便有这个价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很难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会往上表态 还是会往下跌破 所以其实在价的部分就变成是 这个礼拜上半周的一个关键点 尤其是在这个礼拜的一个上半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FED 已经要开始进行了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而且呢 它会公布 预计啦 三月份是一定会升息一码 这个应该是不会有所改变的 那么当然在 接下来的这几次的一个FED的利率决策会议当中 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其实比较重要的 大概会集中在三六九十二月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那其他的中间的这 这这一些的这个决策会议 一般预期来讲 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从这个科技类股的一个走势当中 可以看到他明显的稍微在等一下落后的一个指数 那当然道琼在上半周 我们认为他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表态动作 所以在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大家操作上面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有你初步的预判吗 为什么特别这么讲 其实对台北股市而言的话 现在看起来这个买盘的部分的话 尤其外资圈的话 也是处于比较停堪停的阶段 并没有做出一些比较大手笔的动作 再补充一个台股引进活水 招手大型的基金来台 基金来台当然就是一个买的 这个前进的一个利益会 基道跟利益会 所以我们等一下的话 也会从这些相关题材当中的话 有些比较强势的指标股部分 一起来掌握这个重点 您的观察呢 好 其实顺便哥讲一个重点 我想大家还是会希望有 在短线上面有个方向 那在短线上面 还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说其实在礼拜三的台子期结算之前 我认为台北股市 它大概会比较偏向于在多方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其实跟整个国际股市的一个表现 看起来 从整个美国股市的表现 它大概资金流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第二部分会跟大家讲 现在的资金到底往哪边流 那另外呢 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在这个台子期结算之前 已经在上个礼拜五 大家一定会非常纳闷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出现大甩尾 就是负实指数的这个权重股的调整 那在盘后会生效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 你会看到大甩尾的状况 那大甩尾呢 这个东西呢 大概就是会比较有利于 这个礼拜的台子期结算 是结算在比较偏高档的一个状况 那毕竟从 这个上个月份的这个台子期 它大概就是从二月二十一号 去做一个转仓 那相对来讲 是本坡台北股市的一个起工点 所以它这一波 外资在台子期的部分是赚了不少 那真正的关键点 是在礼拜三结算过后才开始 那等一下我们从筹码面 再给各位去进一步的做掌握就可以 好 这是在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倒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看到这几个题材的话 也都是比较属于大型 而且比较这个热落的题材跟焦点 首先来看到苹果公笔店 启动细一波的拉货潮 苹果本身的话 现在积极力多 而且我们所看的看中的动作点部分 超过了iPhone的这个题材这一块 不然Mac Pro的话 会是一个现在聚焦的话题 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联发科 回答爆炸产能之下 这两大题材 竟然是由台积电接单 是相当畅旺的 也就是说台积电 如果能往上推升的话 对指数就有加成加分的效果 核大爆喜电动车 零件订单又是塞爆了 那么核大的股价表现 会不会跟着也具备相当空间 好我想从这个苹果的相关的产品 来做掌握 那这一次是说 苹果去供了这个笔电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其实在过去 这一年的销售过程当中 苹果的相关的笔电 它的销售数字是维持 还相对的不错 大概去年 是维持在1600万台左右的水准 那预估今年大概成长 来到1700万台 那么当然 身为它的一个供应链 相关的这些个股 当然就有机会水涨船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表现 它大概就是维持在一个 小涨小跌的一个状况 大概维持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那不要忘记 苹果的股价在上个礼拜 已经创下了 股票分割以来的新高价 所以过高之后去做震荡 其实也难免 那当然接下来就要看到 它接下来相关的产品 去做一个销售的一个状况 那国内的部分 我们可以掌握一下 在过去这一年 iMac的一个销售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掌握到 其实在整个橘色线的部分 是全球Mac的销售量的年增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2012年建高以来 它的年增率是一直不断地在做下滑 一直来到了今年的1月份 它的年增率去衰退了 将近5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在今年的一个 iMac销售上面 其实面临到的是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虽然这个产品的供应链 它的一个报价是不低 它有办法能够去cover掉 其他的苹果供应链 在接到低价订单的一个成本 但是它的量一直都是比这些相关的 比如说iPad iPhone的销售量来得少 所以其实在真正的接单过程当中 它的接单 这个订单的比重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些个股 它能够接到订单的比重 是占它的营收比较大 或甚至占整个iMac的订单比重比较高 那当然对它的营收跟获利的表现 就会有所帮助 甚至在股价的表现上面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推升的动能 如果没有的话 我认为就是比较中性去看待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在联发科跟辉达的部分 它包下了产能 其实这一则新闻当中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在比特大陆 这三家厂商 联发科辉达跟比特大陆 去包下了台积电 12跟16奈米的一个产能 所以其实大家会看到 就是说联发科跟辉达OK的 但是对于比特大陆的 这些相关的订单 我们认为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疑虑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 现在的一个报价的部分 这时候我们就要说 其实我们的节目 非常的用心 在三月初的这个高点的时候 苏联哥还特地在这个节目当中 去提醒大家 比特币到底是能不能够进场 那当时候伟杰在这边也跟大家讲 其实比特币它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高风险的产品 那么从它的整个线型架构去说 它就是一个比较拼空的态势 那讲着讲着它一路破低 将近要到前波低点的位置 那么说其实在这一波 比特币相关的这些挖矿概念股身上 这一些设备厂 它的成本价 大概就是在比特币 相对8000块钱的一个位置点 现在比特币已经跌破8000美元 那么对于这些设备 设备厂商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压力 那么在整个中国大陆 其实也开始去 整个禁止比特币的挖矿 跟交易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其实在未来 比特币的发展上面 我们认为是比较有疑虑的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 数位货币是不好 而是说比特币在炒作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交易过热的现象 那么会造成一些交易的风险 这是交易 而跟产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么当然在联发科的部分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是在它的这个 除了中国手机的这些订单 开始因为整个库存调整 接近到尾声之后 出现了一些品牌手机的拉货槽之外 我们认为它在今年度的 物联网生态圈的题材 这个倒是 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去做留意关注的 另外在核大的部分 我带来一张非常关键的筹码图 这个真的是不讲不行 因为还记得之前 苏贤哥一直在提醒大家的神盾 我们在提醒大家的时候 神盾利多都出在250 现在已经跌到150 那核大也是一样 我们先前在讲核大 一堆利多的时候在这边 现在也已经跌到115这附近来 那我想再跟大家看几个数字 这个散户买超 它就是买在刚好大户卖的时候 散户就进场去承接 然后呢 它的这个大户的持股比重一直往下掉 散户持股比重一直往上升 而且最近散户似乎又开始进场 去做买超的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在这个筹码转换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你都不要管什么营收 什么这个相关的基本面 或者是一些相关新闻的一个报道 你光就这个筹码面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筹码很明显的在松动 而且是从大户的手上转到散户一般投资人的手上 那我相信如果有看到我们 iNews早报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不会是这些散户的其中一个人 那我想其实在整个核大过去的一个营运发展上面 一直提醒大家我们要看的是它的营收的一个成长 好那我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统计 它到这个去年为止我预估它最好最好 EPS是六块钱 按照它现在的股价来说 它的本益比还有二十倍左右 那今年它的一月份的营收 大概就跟去年的同期差不多 那你说它的订单塞到报OK 那就看它三月份的营收表现 至少我认为它的股价 在最近的一个表现上面 你是需要去做一个比较中性去做看待 不需要太过偏多 你不要因为说今天看到这一则新闻 就跳进去做多电动车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一个重点 你如果看好电动车 你是看好电动车的相关产业的供应链 但是核大它刚刚好就是 特斯拉的一个供应链 那特斯拉的订单如果未来是消失了 对核大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核大算身为电动车产业的一员 但是它更主要的 享有高本益比的原因是来自于 因为它是Tesla的供应链 那如果未来Tesla不再特别 那它就变成是一般的电动车的产业 那它的本益比很有可能 就会有进一步下修的风险 大家操作上要非常的小心 好 这几个题材部分 刚刚一连串就让我们韦杰帮我们一起 来掌握一下这个类鼓跟题材 到时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从个比股题材焦点出发 新店的育龙城12月推案 总消是500亿元 育龙城等一下育龙这个集团部分的话 股价表现跟着会不会也具备想象空间 再来就是在京店了 京店之前的话其实 韦杰有特别提醒给大家 LED族群的部分可能有些杀杂竞争力道 上期的获利变成大腰斩 只剩下0.37块钱 那么上期0.37块钱 接下来会不会更惨 再看下去 沾苹果光锐移金的毛绿 也是拼的是一个倍增的情况 也许有人在吃 所谓的苹果相关的概念股 12档高卷支比的股票 嘎工行情也相当吸睛 当然现在卷支比 尤其在整个大股东 开始也强制回补的情况之下 那么股价会不会跟着具备想象空间 好 先从这个卷支比 来跟大家做个提醒 这个卷支比的部分 我们认为这个很简单 我就三个字 筹码战 然后结论是什么 深人物济 因为在整个筹码战的过程当中 其实股价 它往往可能会超乎市场上的掌握 而且也永远不可能会知道 最高点在哪里 或甚至是连相对的高点 你都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做掌握 所以当它的题材 或它的个股已经进入到了 嘎工行情段的时候 我认为是应该在投的朋友 在操作上面 你应该是要趁这个时候 开始准备要找下车 下车点的时候 而不是在这边要积极的进场 去参与这个所谓的 这个嘎工行情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操作策略 所以